一直以來有不少朋友一直詢問 關於VK的C420與C480一提式水冷的評測 在這裡要和各位說聲抱歉 這回終於給各位給不上了 關於VKC420和C480這兩款水冷 其實早已發售好一段時間了 但即便到如今 還是有不少朋友對於這兩款和主流的360水冷 到底有多少的差距 以及是否值得上車 這次就會通過簡單快速的評測 以及我個人的觀點來給出我的看法 首先由於C420和C480這兩款水冷 都是基於去年橫空出世的C系列水冷家族 因此它的包裝自帶著風扇款式等 甚至包括裏頭的配件 比如風扇機件器 兩套水冷螺絲 以及水管魔術貼帶都還是意義保留 唯一不同的就是C420和C480 也與之前推出的C280一樣 都是CPU扣具更新到與G2系列同款的扣具 在CPU的扣具體驗上是比起初版的C360還更好一些的 當然如今的C240與C360也一樣更新到這款扣具 所以基本也算作是同樣的 另外之前在C240與C360出現過的水分水流聲 而這次在C420和C480也是沒有出現的 當然不同的批次與個體存在差異 這杯我也不百分百保證就不會出現水流聲 但相信出現的概率會小很多 到這裏基本上 C420和C480算是延續的C系列的所有設計與用料 而進行推出420與480的款式 C420自然就是延續C280將冷排增加到3個14L米風扇位的款式 而C480也是延續C360增加到4個12L米風扇位的款式 但由於這兩款水冷都並非常規的尺寸 因此對於機箱的兼容性就顯得格外重要了 而在此之前我的工作室內留有的20款機箱 都無一例外不能夠兼容這兩款水冷 因此這回我也特地和VK要了他們自家推出的第一款機箱 VK-1 可以說這款機箱簡直就是專為C420和C480養成定製的 畢竟能夠兼容480水冷的機箱實屬不多 而且在如此的條件下 VK-1的售價也顯得非常友好 占地面積也不會太大 還在可接受的範圍 而關於更多這款機箱的體驗部分 我這邊就不多介紹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觀看阿可和段總的視頻 接著就進入到我們的散熱測試環節 除了本次的C420和C480之外 我也加入了小老弟C360來一同進行對比參考 當然所有測試都會在VK-1機箱內進行 並且這邊也給各位說明一下 日後絕大部分的水冷測試也都會固定在VK-1機箱內 也盡可能統一所使用的硬件與功耗發熱 方便和過去測試過的水冷有更多數據對比參考 測試平台所使用的硬件我就簡單列出來給各位參考 有興趣的就自己暫停觀看吧 測試將以13900K鎖定烤機功耗300W與320W 個別進行30分鐘的IW64單烤FVU 然後擷取1-30分鐘的CPU Package平均溫度 這邊也順便提一句 不論是Intel還是NB CPU都好 它們的溫度牆都是基於CPU Package的溫度來判斷 也因為CPU Package溫度普遍高於核心溫度 所以這也是我們為何長久以來都以CPU Package溫度作為指標 另外再多提一句很早之前有觀眾建議我使用 室溫溫差值Delta T做五位測試標準 關於這一點我簡單說一句 Delta T值對於開放式平台的風冷測試 確實有決定的參考價值 但對於一體式水冷 特別是在機箱內的測試 就非常容易出現變量影響 這是我多次進行評測下所得來的結果 日後有機會也會製作一期這部分的內容給各位 因此我的回答是 不是我不想用挑打值 而是我覺得不靠 廢話說完了 讓我們來看看成績 在300W的成績下 C360獲得了平均95度 C42092度 C48090度 而325W的成績則是 C360平均102度 C42097度 C48095度 看到這個成績我只能說底大就是好 C480憑藉著更大的冷排面積 有著絕對的性能優勢 對方純論性能而言 C480真的展現出完整的姿態 想要拿出可以震懾它的水冷 我想目前還真的很難 更沒說它的價格了 售價的部分 C420的光通售價是639元和659元 C480則是679元和699元 對比C360的569元和589元 在性能對比上 其實C480的性價比是最高的 唯一的缺點就是幾乎只能選擇 VPN外機箱做搭配 其他能夠兼容 480水冷的機箱用戶 我想多半都已經選擇上分體水了 目前就不放在考慮範圍內了 而C420個人覺得比較適合 那些以及有的能夠支持420冷排 但卻無法兼容480冷排的機箱用戶做選擇 主要也是目前能夠支持420冷排的機箱 大多也不太差 我也不相信會有幾個人 願意替換到VT1去的吧 不得不說 這種增加冷排面積所換來的性能提升 是十分簡單粗暴 而且無腦的操作 而效果還十分簡卒 至少不斷在360水冷的規格上 榨取更多的性能 我個人覺得增加冷排面積 是更加實際有效的 但這樣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目前絕大部分主流機箱 都不能夠支持420與480冷排這一大動電 因此你問我是否會推薦 那麼我會先問回你 你是否願意為了這兩款水冷 選擇搭配大體積的機箱呢 如果願意 那麼我會覺得這兩款水冷 無論是價格還是性能都是值得入手的 但如果不願意 那麼還是老老實實選擇主流的360水冷吧 徐良西480的性能表現確實強悍 但日常使用下 目前主流的360水冷還是很夠用的 這就好比我們也知道 13900KS和7950XRD 它倆很猛 但日常使用下 其實3700X就非常足夠用了不是嗎 最後也要感謝各位一路將影片看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也請記得點贊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影片製作不易 有你們的支持 我才能夠持續製作優質的內容 還沒訂閱頻道的朋友也不妨點個訂閱 並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我也會在每週持續更新更多的科技相關內容 那麼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內容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我們下期影片